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皇上怎么还不来啊 您问了许多遍了 方才李公公来传旨 皇上一定会来的 卓儿 皇上来了 皇上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还病着就别老母了 起来吧 皇上也坐吧 莫歇你先下去吧 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 是 皇上 自迎春家宴以来 我们已有三年十个月未见面了 臣妾容色衰败 可臣妾自知以此面目求见实乃不尽 可臣妾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这么费心打扮 这身 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 臣妾穿着她 便想起皇上往昔对臣妾的爱护 臣妾想穿着她跟皇上说说话 臣倒是有些话 想先对你说 子师父为孝 妾且尊负则为顺 臣敬军为功 奴才奉主为终 你扪心自问 这些你都做到了吗 功顺忠孝 你在朕的背后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皇上真去看贵妃了 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计 为这人情 皇上去看她一眼也是应该的 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 不会吧 她若敢攀扯娘娘 就是攀扯她自己 高氏一门的荣华 难道她不要了 就算她要乱咬 皇上也断不会相信她这些风话的 臣妾自知罪孽深重 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 有些话 本打算致死不严 如今却不得不说 只要你说的是实情 朕 不会因为你的言行 而牵连你的母族 为探测您心意 皇后将怜心嫁于王亲 嫁于笼络 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照拂 才敢出卖贤妃 端回太子婚后 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 便满心怨恨 臣妾未顺皇后心意 命双喜将毒蛇 放入冷宫谋害贤妃 重阳佳节 皇后又指使臣妾烧死贤妃 是贤妃得风湿之类小额 固然有家妃收起药理 但事情 是皇后让臣妾做的 就这些了 皇后 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珠啊 皇后 皇后 这是你和贤妃 嫁入前邸时 皇后亲手赠的 怎么会断了 这么好的东西 皇后自己不得了 皇后一代 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 臣妾真是感恩戴德 可没想到 她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林林香 长久佩戴林林香 便难以承运 人家和贤妃一代就是十数年 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 皇后出身显赫 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 她也不懂药理啊 皇上 一个人想作恶 没有什么是懂不得学不会的 贵妃 皇后是中宫之主 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 臣妾知道 在您心中 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 您是不是害怕 还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 皇后是否让朕失望 还是两说 倒是你 是真让朕失望了 臣妾虽然罪不可受 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 有一句话 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 否则到了地底下 也不能瞑目 一问 臣妾受其太医招负 可为何越吃越冰 气蓄血愈加重 以致元气大伤 便是没有那林林相 也难有身孕 朕元知道 你生来有气须血愈之症 才让其辱为你细心调养 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 却没想到你今日这么问朕 是皇上不强求 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 当年在前帝选夫妾 三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 若不是先帝跟太后 您也不会选臣妾当可可的 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 又让其辱来为臣妾调理身子 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 可臣妾错了 方才你也说了 朕宠了你很多年 朕既然宠你 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 皇上所言可真啊 真 什么是真 朕宠 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 朕还记得初见你时 你是何等的娇柔 但如今 你如何会变成 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 你身子不好 别敢歇息了 一旦哪天你走了 朕会赐你个嗜好 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也不枉 你服侍朕这么多年 皇上 皇上连臣妾的誓傲都想好了 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 皇上连臣妾 皇上连臣妾 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 后悔也来不及了 皇上连臣妾 只盼下辈子 恰得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贤德良善之人 这是你最后的请求 朕不会不答应 朕便赐你贤字作为嗜好 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 皇上 虽然您不承认用妻乳 算起了臣妾 可除了您 还有谁呢 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 如果是您 老天会受了您去 如果不是 您就病痛一场 受点苦楚 当臣妾对不住您吧 朕儿 奴婢扶您起来 朕儿 墨西 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烧了 快去 奴婢这就去 朕儿 不必烧干净 那染了戒虫的脏东西 留不得 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 奴婢记住了 来 朕儿 朕儿 来人哪 快来人 皇上 咱们这是去 去奕婚宫吧 这儿 朕儿 皇上来了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进来吧 皇上这么晚还过来 你这儿让人心静 真想来你这儿坐坐 皇上坐吧 如意啊 来 你这住主啊 要是旧了 以后被再带了 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 送个最好的翡翠桌来 再叫太医 送些好的补品 让你补补身子 李渔 拿去扔了 这儿 谢皇上 皇上坐吧 皇上去见过贵妃了 他对朕说了很多话 陆爷 你会算计人吗 臣妾不知道 皇上说的算计 指的是什么 若有人陷害臣妾 欺负臣妾 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 也会自保 若皇上说的算计 是这个 那臣妾是会的 那你会算计朕吗 朕妾愿与皇上 永不相亲 来 如意啊 你也别怪朕 问你这些 只是贵妃今日所言 叫朕不得不疑惑 朕平日待他们不保 他们也都似乎 用心待朕 可今日 朕忽然觉得他们好陌生 真真假假 他们在朕的背后 不知道做了多少 朕不知晓的事情 他们待朕的真心 又有几分呢 臣妾明白皇上的忧虑 如意 如意啊 如意啊 朕知道贵妃命不久矣 无论她之前做过些什么 在面子上 朕还想给她个体面 臣妾明白皇上审命 何人也认识 失败 传朕旨意 贵妃敬为皇贵妃 贤妃和淳妃敬为贵妃 于嫔 则敬为于妃 喳 臣妾谢皇上好爱 起来吧 如意啊 要你和淳妃 同时敬为贵妃威 是委屈了你 只是淳妃 替朕担下两个皇子 又抚养永皇 朕不得不多眷恶他 是臣妾无能 不能为皇上延绵自私 不论有没有自私 朕都不会薄了你与朕的情分 你放心 你不认识